猴子捞月亮 在一座山上 住着一群猴子 一天晚上 月亮又圆又亮 猴子们都下山来玩 它们蹦蹦跳跳 蹦瞧瞧 戏看看 玩得很快乐 跑在最前面的小猴子 看见一口水井 它趴在井牙上 朝里一看 井里有一个 又圆又亮的月亮 小猴子吓得撒腿就跑 一边跑 一边大声叫喊 不好了 月亮掉在井里了 大猴子听见了 连忙跑过来 朝井里一看 真的 井里真有一个 又圆又亮的月亮 大猴子也吓得大声叫起来 不好了 不好了 月亮掉在井里了 老猴子听见了 也连忙跑来 朝井里一看 月亮果然在井里 老猴子 老猴子就把猴子们都喊了过来 对他们说 不得了 不得了 月亮掉在井里了 我们赶快把月亮 我们赶快把月亮捞上来吧 可是怎么捞呢 小猴子说 我们爬到大树上去 一个接一个刀挂下来 一直挂到井里 就可以把月亮捞上来了 大家说 这个主意不错 都爬上了 都爬上了大树 老猴子用两只脚紧紧勾住了树枝 倒挂下来 大猴子从老猴子身上爬下去 用两只脚勾住老猴子的手 就这样 一个猴子接一个猴子 一直倒挂到井里 最后一个是小猴子 只听他在井里喊 行了 行了 够得着了 哎呦 不好 月亮被我抓破了 小猴子把手伸到水里捞月亮 井水被他一搅 月亮碎成一片一片 在水里飘荡 什么 这么不小心啊 把月亮抓破了 那可怎么办呢 哎 完了 怎么办 可怎么办 怎么办 完蛋了 月亮碎了 好可怕 一会儿 井水慢慢平静了 又出现了又圆又亮的月亮 好了 好了 月亮又圆了 捞啊 捞啊 捞了半天 还是捞到一把水 小猴子捞不到月亮 急得吱吱吱叫唤 小猴子这么一叫唤 上边的猴子也都叫起来了 哎呀 我的脚酸了 挂不住了 我的手好疼 不行了 不行了 哎呀呀 脑袋充血 猴子们都扑通扑通掉进水里 这时候老猴子忽然抬头一看 又圆又大的月亮还好好的挂在天上呢 他恍然大悟说 你们看,月亮还在天上呢 在井里的是月亮的影子 听老猴子这么一说 小猴子大猴子一个个都爬上来 大家看着又圆又大的月亮 吱吱吱吱的笑起来了 小猴子大猴子大猴子的毛季 小猴子大猴子大猴子大猴子最好